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FCUEC Test解题 目前结束的是阅读第三回 第113题 好 这边一开头呢 你看到This Policy 好 奇怪 这里是一个复述的代名词 这个This只是代名词 表示这些 可是这个Policy政策在这边居然是一个单数的名词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单字应该要一起看 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个复述的字尾就没有办法被展示出来 表示这两个字应该是放在一起看的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它呢 这个字叫政策 那有时候两个名词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叫它复合名词 那复合名词的字尾变化 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名词这边去做展现 所以像这一题的话我们要讲的是 很明显ABC都在讲一个单字Change 这个字叫改变 它是一个可属名词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政策上面的改变 好 那而且这个改变不是单一的 应该是众多的改变 所以这样才会看到我们的 这个复述的几句代名词 会有一个可以指称的复述的名词 出现在它的后面 于是我们这一题答案会选到D 叫做These Policy Changes 这些政策的改变 那这是这一题的考点 其实就是要注意到这个代名词 就是代名词还有后面的这个名词的搭配 以上为本题讲解 谢谢 谢谢 谢谢